我是学新闻学专业的 然后刚毕业 现在考上了新闻学研究生 我是学广播电视工程这个专业的 我是广播电视专业 然后播音主持艺术方向 我是传播学的 传播研究院的2022届的毕业生 具体就新闻传播行业来说 我觉得还是很有开设的必要 因为在我们国家 不论是舆论的工作 新闻的工作 其实都需要大量的传媒的人才 去在这个行业当中去发光发热 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 以史为鉴 我觉得学新闻传播专业 首先就是我们对历史 可能会比别的专业同学 稍微掌握的更透彻一点 全面一点 那么以史为鉴 其实可以更好地看和分析 当今发生的一些事情 甚至可以对未来的一个走势 做一个粗略的预判 我觉得习以我最多的是 一种平和的心态 你要知道你学的 就是一个面向大众的专业 然后你的从事的行业 你做出来的东西 就是要被大众看到 然后评价到的 所以你就是对这些评价 就是应该有一个平和的心态 如果我不做这个行业 我可能真的不会去采访一个70多岁的老年的护工 然后或者说在半夜去采访夜班公交车的司机 我觉得它是延伸了我对这个社会感知的触角的 让我成为一个更敏感 然后也更真实地在感受这个社会的人 学新闻在我看来还是有用的 一方面如果你就是想做记者 或者从事这方面的职业的话 就是学新闻它一方面是可以让你更加有专业性 然后再有一个就是我觉得这种实践的锻炼 不是每一个专业这四年都可以带给你的 因为我觉得在本科阶段 我在中传学校最多的就是上了很多的实践课 包括我们会经常出去采访 然后我们会有演播室的录影 然后我们会有自己的评论 自己做节目等等 我觉得这个东西是给我一种 可以体验到各种不同的人生 然后可以开阔更多的视野 学会更加包容吧 我觉得这个是其他专业很难给我的 因为做过摄影摄像和视频编导 各方面这些岗位都有接触过 个人最喜欢的还是喜欢做文字记者 去为一些人去发声 是非常有意义和有成就感的事情 帮助一些人 一个方向是可能会尝试去进一些 舆情相关的部门 舆论传播或者说素材的推广这方面 然后另一方面的就业考虑的话 就是进大厂了 我还是更希望能去传统媒体做记者 我听说有很多像是诗歌诗节 他们都是在传统媒体干了两年 也有转去别的行业的 然后也有去可能去新媒体的 然后去大厂的都可以 我觉得这个更多给你一种 更加包容开阔的视角 我觉得这种视角是很难得的 理解程度也会更高 我觉得确实学传媒 你就是要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心脏 因为这就是一个让人议论的行业 所以一定要有一个强大的心脏来面对这一切 然后另外就是如果你真的有兴趣 很确定自己要选择这一个 我觉得不要听太多外界的想法 想选就选 我还是非常欢迎师弟师妹来考我们新闻传播学的专业 然后如果你来的话你就会发现就学新闻传播学的人是非常有热情 有激情有追求有向往的一群人 然后未来互联网也很发达 然后能够发挥我们的光和热的位置和地方有很多 如果你真的热爱传媒专业的话 大胆地去选择 因为在年少的时候 我觉得不应该用太功利的想法 去做人生的一些选择 你打怕你读了四年之后 你觉得有一些新的想法 你还可以再去转别的专业 但是我觉得就是人总是会 后悔没有做过的事情 就是别给自己的青春留下一些遗憾 如果热爱的话 大胆地去选择并且学习吧 大胆地去选择并且学习